推廣一下氣官捐贈 我說你不用怎麼動的啦 那些浪費照會說的啦 我說我準備的時候想想 對啊 歐斯堂有很多有識之士 什麼學講書啊 什麼是氣官捐贈 我都知道吧 報了名字 我知道吧 不如轉一轉呢 不如我不是講書 為什麼要分享呢 其實明月韓對於我來講 我跟其他一樣 直接是 講的東西都差不多 明月韓影響了我一生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是七五年入科的 入科的時候 我正式提好現在現代的講法就是 殖民地主義下 洗腦教育下的產品 教到他 會考考到他生學革命 就教他生學革命 學學歷史 高過現代史 保健片就什麼都不知道 到科裏面 七六年 張鳳新不知道記不記得 當年呢 周總理過身 張鳳新訊我 周歡 總理過身 有什麼感覺 嘩 嘩 這麼驚訝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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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 多校的朋友 很關心新育童 就會培養我們 很多校的朋友 培養我們十字 到現在都很感激 那些九的朋友 當年就培養過我 很明顯我已經是培養對象之一 我承認我是一個正直的人 我一個老實的人 但我有夢想也沒有理想 我當年是想當香港人 都做不到,做醫生,我是有熱誠的,沒有目標的 我做個課之後,多謝了一些老鬼,令我在眼界大開 讀了多些書,對於中國、社會的認識就多了,對於責任感就多了 其實呢,有一次在我們的學習班那裏,你記得我的學習班 有啊,有啊,有啊 都在無選,都在無選,不知道是多遠還是多遠 中間有一篇叫做為人民服務,你記得嗎? 為人民幣服務 當時呢,想想哭,這個學習班 那我呢,我呢,就是走了去吃了哭 因為我覺得自己太差了,這麼差的世界觀 有一篇阿佬說,阿勞峰,我說我這輩子都做不到董傳稅 嗯,做不到雷峰的了,那我就怎麼辦 那怎樣也好呢,這個為人民服務,大家的理念可能會不同 你叫我好像董傳稅,那些像雷峰那樣會死,那是做不到的 不過你覺得他做一個好的醫生呢,我就可以的 那是說一下,我最喜歡做了一些醫生專長,那些什麼東西呢 那因爲呢,其實一轉轉,做醫生之後,那我做了神科 那神科呢,就要見到很多洗腎的病人 那其中我當年呢,你不要想著個人可以洗腎 那當初呢,政府有規定的,有扣卡的 五十五歲以下,結了分,是家裡的經濟支柱,才有資格洗腎 當年那個人的,很年輕的,是我一位唐柳的弟弟 他就是不合這個資格,所以他不能夠在正式的洗腎那裏 那不正式洗腎那裏呢,我們只能夠呢,每一個星期呢 他就是收入的醫院,拆一條硬油的口袋,然後呢,水也不需要 沾水進去,洗這幾個小時,四十幾個小時,然後放那些水出來 然後呢,拆一條口袋,軟回那個箱袋 那你可以想像呢,你這樣洗腎呢,每個禮拜都幫他拆一次 那那個肚子呢,就漸漸有花的了,漸漸就拆不住 漸漸就洗不到,那它是一個很乖的靈命 它一聲都不出,好像呢,不但身體上就要忍受 連那個命飯都要忍受 那到底後來那時候呢,真是很慘了 因為我每一次拆掉呢,一次完不好的 要拔了再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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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次,我真的做不到 那我是眼白白看著它死在一個面前的 那我都不記得那時候呢,是甚麼不為自己的天氣 我只是感覺到呢,那天特別灰,那人特別動 我覺得自己很好,作為醫生我救不到他 同一時間裏面呢,我都見到很多洗腎的病人 尤其是女性的病人,因為他洗腎的時候呢,很多時候生不到人 所以老公去找姨奶,有些婆婆要逼他們離婚 有個女人因為這樣都要自殺,終於死了 那當然在我喜愛抵折的病人裡面呢,第二樣東西 最令我最影響我的,就是我兒子 那我小時候呢,就是膽固地失的 那所以他很小的時候已經開始乾淡化 四歲開始,五月了,九月了 到十歲的時候終於要排隊要灌乾 那當時呢,你知道的,我們不讓人知道 但是我終於知道呢,捐個肝給我兒子那個小朋友 只有五歲,那你可以想像到我作為媽媽 我多人害我兒子,但是那個捐個兒子的肝出來 給我兒子的父母,我可以體會到他有多傷心 還有多偉大,我覺得我曾跟兒子說 你任何的成就,你不是給我,是要給這個父母 要是退救他們的 那我在做醫生的時候,除了看了腺下病人 跟著我在學會兒子學會做了一年功夫 那見得比較多其他器官的病人 洗腺的病人呢,可以洗,可以等 最長那個洗腺的病,等換腺,等了二十八年 還在等,但都好彩我又等,等心等肺等乾的 是等不到的,三分之一的病人等的時候過身的 他們想等都等不到,但我覺得在整個過程裏面 我會覺得我欠了些東西,我是應該做些東西 那當然,我覺得人類人服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我的病人就是服務的對象 而那些肯滿器官的人,或者換了器官的病人 都是我服務的對象 那我怎樣想想怎樣可以做得好些呢 那我自己就想,以前一路做的方法都是 如果你說去做一些那些病聲,來剪彩,說些什麼 香港的人太忙碌了,兩個就不記得了 很快就沒有了,那有些東西要長期要做的 不停這樣做的,才有效的 那我想了一個方法,就是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個叫世界移植運動會 有一個叫中國移植運動會 那世界移植運動會就是每兩年都做的 是今年第十九屆,即是說已經做了三十多年了 那我2007年的時候,我第一次組織了香港移植運動員 去參加這個移植運動會 當初呢,所有的傳統都不知道這件事 什麼叫圍兆運動會,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每年都去做,每年都大隊去參加比賽 2007年的時候去泰國,09年去澳洲 11年的時候去水面,今年去南非 同時呢,也有一個中國移植運動會 也是兩年一屆,也是四營開始 世界那一個組織得很好的 四十幾個國家參加,成二千人參加 但是中國那一個呢,厲害了我們的中國祖國 它雖然只有幾屆,只有五屆 它已經由幾十個人,成一千個人 所以我們的祖國的力量很大 但是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就是說,其實捐出來,捐出來的人 他們是不知道那個承諾的,他們很好心想捐出來 但是他們不知道捐出來的東西真的幫得到人 你都見不到那些受惠者是怎樣的狀態 其實做運動會呢,除了我們帶他們去 有信心,有更好的康復之外 最重要就是給人看,這是人版來的 你接受了喜倌之後,你跑得比我快,跳得比我高 你比正常的人,你才有用的嘛 給那些捐贈者見到,你捐了喜倌出來之後 你真的幫得到人的,你真的可以令到人可以重生的 這樣才有意思,這是我最重要的目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很多接受了喜倌的人 都很想多謝那些捐贈者 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是誰 都沒有那些渠道去多謝他們 所以我第二個目標就是 要找一些方法,令到我們的社會 令他們真的能夠多謝那些人,讓他們受到尊重 所以2008年的時候,我們搞了第一次 多謝喜倌、捐贈者的一個聚會 當日我們請了200多位的官員陣交停 400多位的接受喜倌的病人 還有幾位醫護人員 當晚在香港公園,大家都很感動,大家都很哭 因為大家看到,我想多謝人,我也多謝到 我看到我捐贈者,他多麼開心 剛才桌上有本書,其實這本書 就叫做《共慶新生四下年》 其實我們每一次之後,每一年都搞這些活動 就是高謝那些捐贈者 而那一年就是2012年,我們就計算 全香港換取喜倌的人有幾多個 他們生存了幾久,計算出來 在那一年,總共賺到的,是401年 你可以想像到,你捐喜倌出來 是可以來得到這麼多責任 那麼多人可以重新到這麼多的時間 那麼多人,我們每一年,重點都要這麼多 有些是說,捐喜倌的時候,你不是救一個人 你救了整個家庭 還有說,你不是哪個喜倌,你哪個喜倌 不是哪個喜倌,你哪個喜倌 都可以救到七個家庭 這個影響其實是很大的 我看到這麼多的人,不知你們聽我說的